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开始全面抗战之后立下的目标 但中国军民很快就给出回应 仅仅是通过嵩湖会战拿下上海 日本人就付出了三个月的时间 日本人诉生的理论已经落空 只好对中国进行一步一步的蚕食 嵩湖会战之后 日本军队北上徐州会战就此打响 1938年5月 日本方面的土肥猿师团2万兵力强补黄河 却因为操之过急陷入了国民党12万军队的包围 对于国民党而言 这本身拿下一场大胜的机会 土肥猿方面势单力薄 国民党有地形与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但谁也没想到 这场计划当中的大胜仗 最终竟然以平民百姓的大规模伤亡作为结尾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蒋介石花园口决堤的逆天命令 土肥猿在强度黄河之后 就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参与此次包围的一共有整整六个军 并且全都是蒋介石的嫡妻爱将 手头的装备要不就是德式 要不就是美式 比日本人手中的枪械都要好 除此之外 蒋介石还调来了整整一个德式战车营 营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包围圈 6比1的战力比 土肥猿几乎已经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深陷重围之后 土肥猿决定在5月23日开始突围 他将第一个突围的目标放在了蓝峰 负责驻守此地的是蒋介石手下的爱将贵永青 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德式战车营 就在贵永青手下的第27军手中 然而贵永青的指挥能力实在是太差劲 与日军交火仅仅一天 贵永青就离开了蓝峰 将整座城市拱手相让 日军部队甚至还没有正式进行冲锋 双方之间的交火仅仅是阵地战级别 贵永青的溃败 给国民党方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因为在黄河另一案 负责驻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 也同样不战而退 给出的理由是电台被日军炸毁 相较于贵永青 黄杰说得显然更为窝囊 手下的军队一枪没放 就丢掉了商丘阵地 如此一来 日军方面同时控制了蓝峰和商丘 位于两地之间的中国军队 几乎陷入了日军的夹击当中 一个完美的包围战术 在两个蒋介石嫡系部队窝囊将领的指挥下 竟然被日军轻松化解 甚至颇有一股要反包围的架势 蓝峰失手之后 蒋介石赶忙派出将领成前 对土飞员进行阻挠 虽然成前成功把土飞员赶出了蓝峰 但是商丘一带的溃败 却让蓝峰成为了一座不能久守的阵地 无奈之下 城前也只能从蓝峰撤退 重新进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时间来到1938年6月 此时的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蓝峰 商丘 对50公里之外的开封虎视眈眈 如果开封失手 整个华北都将面临被日军牢牢控制的危险 为了阻挠日军 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办法 但这个办法非但没能有所成效 甚至还造成了几十万中国百姓的直接伤亡 蒋介石想出的这个方法 是让黄河决堤 以水带兵来阻挠日军前进的步伐 这显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战略部署 破坏黄河理论上来讲 的确能够拦住日军 毕竟日军的陆陆部队 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跨过黄河 但此般作为的后果 在当时却根本没人能够考虑到 其实 蒋介石早就有破坏黄河阻挠侵略的打算了 1935年 蒋介石曾经和国军武汉行营参谋长燕勋甫 讨论决敌黄河阻挠日军的可行性 并且提出了相关议案 如今 日军对开封虎视眈眈 在蒋介石看来 眼下就是用黄河阻挠日军的最佳事迹 1938年6月3日 日军开始发动对开封的攻击 蒋介石也在这时向城前下令决堤黄河 并且告诉城前要打破一切顾虑 决堤本身就被定义为灾难 即便是在特殊的战争时期 蒋介石也不该如此草率地 将一条对中国有着巨大价值的河流决堤 城前接到军令之后 将决堤的任务交给了首位黄河的国民党将领商阵 起初挖掘的地点定在了中楼县赵口大堤 但由于赵口大堤修筑的非常牢固 并且有着大量的流沙 所以挖掘工作进展的非常缓慢 眼见日军已经快要拿下开封 蒋介石赶忙下达命令 重新选择一处决堤地点 最终将决堤地点定在了在赵口西侧的一个名叫花园口的地方 为了让手下快速挖掘 蒋介石给商阵部队拍了电报 要求他们不要有富人之人 整个挖掘过程持续了两天 在6月9日凌晨 花园口被挖开 中眸县也几乎在同时失手 从时间上来 蒋介石的这一招用的正是时候 花园口决堤之后 滚涌的黄河水顺着滴口迅速冲出 向玉东南部流去 第二天 黄河中上游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黄河中游水量倍增 一开始没被挖开的赵口大坝也同样损坏 两地的水流汇合到了一起 疯狂地向日军阵地涌去 蒋介石如有神主 在最关键的时间点完成了绝地大计 同时还等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雨 流出的黄河水 甚至形成了一条新的河道 横贯在日军的进攻路线上 但这有用吗 得知蒋介石不惜决堤阻挠之后 日军也改变了计策 不再按照原定计划 从平汉县直接对武汉发动进攻 反而是退守到了徐州一带 水火无情 人类的战争历史上有太多利用河流取胜的案例了 维河之战中的韩信 水烟弃军的官二爷 明水之战当中的李世民 都是用水功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但是蒋介石此次的作为 却和这些经典战役挨不上任何边 不论是官二爷还是李世民 他们用的水功都是出其不意的 韩信甚至还假装不敌 才引诱储兵上钩 反观蒋介石 他完全将自己水功的目的暴露了出来 大张旗鼓地破坏堤坝 日军早早就收到了消息 怎么可能冒着被水烟的风险 按照原计划行事 最终 日本人在蒋介石的水功之下 付出了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 早在蒋介石新开的河道 彻底形成之前 日军就已经撤离 回到了徐州 而这也几乎没有影响 日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既然北上暂时无望 那为什么不集结兵力 南下到泵部 通过淮河与合肥的日军会合呢 果不其然 蒋介石虽然暂时守住了华北 但是合肥的日军却猛然集结 并且沿着长江北岸 向武汉发动了进攻 武汉本身就摇摇欲坠 突如其来的日军兵力增加 更是让武汉迅速失险 在这之后 日军就颇下驴 将部队从通许等地 全部集结到了徐州 在玉碗苏交接地 集结了大量兵力 给后续的抗战 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从战略意义上来讲 蒋介石的确守住了华北 但如果将眼界放宽到宏观层面 蒋介石的 这一手旗下的太臭了 直接将中国经济要地武汉 变成了中日双方的主要战场 让本就脆弱的国民经济 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 日军甚至在黄河新河道 修筑起了防范东堤 将这条新河道化为己用 保护了日军的后方部队 而蒋介石方面 也不敢轻易跨河 对日军后方进行打击 只能在新河道的西方 修建起防范西堤 两国军队严和相望 谁也奈何不了谁 在这样的局面下 吃亏的只能是中国部队 毕竟主战场在中国 日军通过手段 用蒋介石造出的河道手 握住了脆弱的后方 让一系列七系计划成为了炮影 这样的局面 整整持续了六年 蒋介石挖地坝的事 虽然弄得大张旗鼓 但他为了取得水功旗效 竟然没有通知下游的任何百姓 当地的百姓饱受战火困扰 因为蒋介石的一次错误指挥 迎来天灾 花园口决堤之时 无数百姓还没有反应过来 汹涌的河流就将平民住房 田地全部摧毁 山东 江苏 河南 全部受到了影响 在这其中 当属河南百姓最为悲惨 决堤之时 河南少巧 南崔庄 汪家堤在一夜之间当然无存 整个村落被洪水淹没 百姓死伤无数 黄河新河道彻底形成时 长度已经达到了400多公里 覆盖44个县城 整整30多万平方公里的一居区 根据统计 河南当地被洪水冲毁的 房屋住宅总数达到了140多万 800多万亩耕地被黄河水浸泡 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再次利用 除了河南之外 安徽和江苏的耕地更是被淹没了 整整1100多万亩 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 田地就是吃饭的保障 说是蒋介石将他们害的倾家荡产 也毫不为过 480万平民称为难民 只能背井离乡 前去别处寻找生机 然而 这480万平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他们至少保全了性命 还有无数百姓在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被洪水冲到了江河之中 最终统计出的遇难人数 是令人感到心碎的89万 89万平民 他们没有死在敌军的枪炮之下 却因为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战略事务常年 反观蒋介石在催促手下决堤时的那句 不要有富人之人 实在是令人感到愤恨无比 然而 这480万难民和89万遇难者 只是这场灾难的开头 蒋介石的这一计策 在后续还带来了更为深远的灾难 1942 是一部描述河南灾民的电影 百姓颗粒无收 恶浮遍野 甚至发生了人吃人 人换粮的惨剧 然而 电影没有告诉我们 造成这场惨剧的 正是蒋介石与花园口决堤 花园口决堤之后 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农田 不能再继续使用 给再去的生产带来了很大麻烦 花园口大决堤 致使几十亿吨泥沙 堆积在华北平原 让一片又一片耕地 变得凹凸不平 失去价值 而且 由于这条黄河新河道 是人为导致的 所以 每年黄河都会通过这条新河道 发生回流 直接淹没能够耕种的农田 无数百姓颗粒无收 除此之外 当地还爆发了严重的蝗灾 生态平衡进一步恶化 河南的农业几乎完全报废 百姓的存粮吃完之后 无法正常继续生产 最终才导致了 1942年的大规模饥荒 在那场骇人听闻的饥荒当中 仅河南一地 就有三百多万人死于饥饿 几千万人流离失所 七离子散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蒋介石 却在花园口决堤之后 做起了外部包装工作 声称这一切都是日军所为 与国民党没有丝毫关系 由于蒋介石的保密工作 确实做得好 再加上当时日军正在侵略我国 所以大部分人也都认为 这场人祸是日军所为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真相才逐渐为人所知 直到今天 中原仍旧有老人将蒋介石称呼为 蒋该死 这个所谓的政治家军事家 手上背负的 却是自己同胞几千万人的生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花园口决堤 是蒋介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如果不对花园口进行决定 华北就有可能陷入日军控制 让抗战举步维艰 但是 决堤的这种战略方法代价太大 直接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 后来又影响到了多个省份的几千万人 这场历史上的人为灾难 应该被谨记 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 也绝不会被遗忘 他就应该被定在耻辱株上 千万冤魂怎能给他翻身的机会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即可观看